中華市對民國87年開始 發放近路雷金 如今已經今年第17年 今年近路雷金 發生在幾個月27日 在高利辦公室來發放 中華市公司今天也特別要請到 三位市長來祈辦祈家會 市公司也請各位市長 要會祈禮前公司 中華市今年符合主席 可以領處近路雷金的中價 總共有19,596位 需要一月一千多元的經費來發放近路雷金 中華市公司今天也由幽地圈的小朋友 為老大人跳一段英雜心 就讓他們新年快樂 中華市由民國87年開始發放近路雷金 當時每一月中價五千塊 一直到民國一百空一年再領先為六千 我們中華市 可以說全國福利最好的生日 我們每一年過年的時候 都會讓我們中華市70歲以上的市場 發出一個純粹競爭的金 就是我們過年的紅包 那麼今年 經過我們大家努力打拼 我們由五千塊提升到六千塊 所以說只好在我們中華市 年末70歲以上 我們在一月二七 一月二七 可以在十點開始 我們在每一個立業辦公室 我們都會發放到我們的純粹 經路雷金 環境國一的市場 或是這些建立市場 可以準時 拿到我們的新聞政 和統治團 來領出一個福利 副市場也表示 發放金路雷金 就要是老人好利的工作以外 也有豐陽好多 和倫理得到的意義 那麼我們這個福利最重要的意義 就是說 跟我們這個市場來祝福 可以新年快樂辦事類 也可以新體健康吃百年 那麼當時呢 我們是在十八年前 我們日本市場開始 來發展這個福利 我們在全國大家財政不好時 我們中華市公所 用企業的管理 可以准一個開支 從省來的錢 來做我們的社會福利 來提升到我們中華市的這個能見度 讓我們所有的市場 和這些工作人 都可以得到真好 要一個福利 現代醫療進步 讓老大人是多的越久 年來越多 新中華新聞 北冰林 中華蔡翁報道